欢迎来到学用数学,数学有用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经典的问题 就是圆的摆线问题 现在如果有个圆,让圆往前滚 往前滚的时候,圆上的这个小点就会往上跑 那跑的轨迹是怎样呢? 画起来这里看起来是一个圆弧 但它其实不是一个圆弧 这个是一个圆摆线 圆摆线在物理上非常重要 因为是牵扯到一个经典问题 就是最速下降曲线 从这里到这边 你如果沿着斜坡最短 但它其实不会掉得比较快 因为一开始有重力加速度 但是如果这边一开始很快 虽然它的一开始速度比较快 但是它的路程比较长 所以这里也不是最快 所以最快的时间就是中间这一条 这一条的话 路程不会多太多 但是一开始的速度快 所以就会形成这一条是最快掉下的轨迹 而最神奇的是 这个轨迹竟然就是这个圆摆线的轨迹 今天我们就是要通过这George Bar滚动的圆 做出这圆摆线的效果 是有阶迹的轨迹的轨迹 然后就能够